生產線全開 工作人員忙著包裝出貨 台灣人保養蜜芳絲瓜水 大陸客現在也搶著買 彰化這家藥妝產品業者 還把它做成了 不同保養功效的面膜 以前門師是忙著接待陸客團 但現在卻是忙著裝箱出貨 店主說陸客掃貨 去年每個月業績持續成長三成 但這幾個月陸客不來 業績持平 門師銷售業績好像掉了 卻多了跨境電子商務的客員 幾乎都是用過之後 回頭訂貨的陸客 政府鼓吹觀光南靜 另外一家本土藥妝業者 其實早就悄悄布局東南亞 不過要迎戰日本 跟韓國的產品競爭 業者坦言是一場硬仗 都有銷售到像馬來西亞 新加坡 菲律賓 泰國 我們現在其實也很積極地 就是說在申請了一個清真認證 東南亞國家的藥妝市場關稅高 靠銷價賺微利肯定活不下去 藥妝業毛起來跟大學的研究室合作 因為業者很清楚 台灣生醫研發上的軟實力 將會是未來活下去 甚至賺大錢的關鍵 透過研發實力 而且讓產品產生差異化 能夠行銷到全亞洲 我想這是我們另外一個布局的方式 面膜乃至是藥妝相關產品的毛利高 只要產品夠好 真的有效果 遊客不來都有人搶著訂貨 就希望跟觀光市場脫鉤 靠研發創新的實力 打造自己的藍海市場 記者陳孟輝 張華報導